嗨 各位藝店好朋友大家好 原本打算在採收之前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這顆玉核包 不過我今天在原子裡面觀察的時候 發現這玉核包的果實起了一些變化 那想要來請教一下各位怎麼辦 來 你看 這玉核包的果實呢 很多串裡面的某些果實它都裂開了 不只一顆喔 來這邊你看 這裡面的果實都裂開了兩顆 這一串裡面有兩顆裂開 這一串裡面也有一顆裂開 奇怪 這幾天沒有下雨啊 聽說封面快來了 可是我們這邊並沒有下雨 沒有說太多的水分 讓它會造成這樣裂開 那為什麼這樣這裡也是 你看現在有些已經開始在轉色 慢慢在轉色 那我發現怎麼會裂開呢 有知道的好朋友可以告訴我們 像這一串呢是沒有包它 那這一串就沒有裂 跟套袋跟套沙網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但是說如果有關係會是什麼關係呢 好像應該不會是這個關係吧 看一下 像這兩串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也沒有 那我們用連霧袋套的呢 也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用連霧袋套的這個 好像轉色的狀況沒有那麼的快 那轉色 開始轉色的是完全沒有套袋的這些 轉色好像比較順比較快一點 而且沒有套袋的好像也都沒有裂果 奇怪沒有套沙網的 你看這邊也有套沙網 這裡面也有裂果 不知道為什麼 跟套沙網有關係嗎 我們剛剛發現喔 就記錄下來這些 有裂果的 有裂果的 全部都是有套沙網的 那我現在還沒有發現 像這邊也是 有裂果 那這個都是有套沙網 那我現在還沒有發現 沒有套的 有裂果 也就是目前呢 沒有套沙網的部分呢 都沒有發現有裂果的狀況 那像這邊 裡面也裂掉了 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好朋友 是家裡種荔枝的 那個專家可以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怎麼防止這種 裂果的狀況 我們再去看一下另外一顆的狀況 我們再去看一下另外一顆的狀況 這是我們原子路口的另外一顆 這一顆 只套了兩 兩個沙網 三個 兩個細沙網 那其他的也都沒有套 那這一顆比較 這一顆裡面也有 又一列 又一列 又有裂一顆 又有裂一顆 這顆裂的狀況 沒有那麼明顯 這裡有一隻害蟲 那這個是沒有套的 看有沒有好朋友呢 能夠告訴我們 如何預防這種 即將成熟轉色期間呢 它會 果實會炸裂的這個狀況 是要 試用什麼養分呢 還是水分應該怎麼調整呢 可以的話 告訴我們吧 我們可以當作是明年度的一個參考 今年比較欣慰的就是 今年的卓果狀況 我們還算滿意的喔 所以呢 我們明年會再用我們 今年一樣的方法去做 幫他做梳花 那明年的梳花的整個過程 我們再把 這個方法呢 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OK 好吧 那我們今天觀察的一個狀況呢 就是玉核包會裂果的狀況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很期待各位跟我們講一下 如果知道答案的 請在我們的留言呢 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